民宿暗讽詹黄,直言胡仁将无缘西部前三,网友,这下胡仁稳了,自詹姆斯宣布加盟胡仁以来,人们纷纷开始看好下赛季胡仁的前景,毕竟詹姆斯虽然三十多了,但他仍然是联盟第一人,有他赛的球队上线不敢说很高,但起码下线有了保证,而且他极强的号召力,让联盟的很多老将,都纷纷来投加入胡仁, 胡仁的实力相比上赛季也的确有了很大的增长,但名宿巴克利却非常不看好胡仁,认为胡仁不仅没有机会拿到西部前三,而且相比于雷霆,绝金等队,胡仁更是处于一个被动和落后的地位,巴克利说道,他们会排在西部第五,可能会是第六,我认为他们不会比雷霆更加出色,我认为他们不会比绝金更加出色,谈到其他球队, 巴克利甚至认为,拥有双状元的森里郎比胡仁要出色,关于原因,巴克利明显在暗讽詹黄,西部是难以置信的,詹姆斯过去几年一直在东部,所以有二十场比赛是可以轻松拿下的,但他在西部无法轻松赢下那二十场比赛了, 大嘴在这里明显是调侃詹姆斯,一直待在比较弱的球队,而西部可不是什么轻松的地方,强如詹姆斯到了西部可能也得吃饼,肖边并不觉得大嘴说得对,胡仁虽然上赛季还是处于乐透边缘,但今下詹黄加盟,还有龙多,比斯利,史蒂芬森等实力战将来投, 而且夏季联赛的哈特打得十分出色,下赛季游,望担当重要角色,更重要的是胡仁自己本身拥有青年禁卫军,鲍尔,英格拉姆,库兹马,都是十分出彩的年轻成员,就连胡仁总经理魔术师都直言,他并不畏惧勇士,也不用因为担心打不过勇士而睡不着觉,他觉得詹姆斯和年轻球员的组合,有相当可观的战斗力, 鲍尔加波普加詹姆斯加库兹马加比斯利,胡仁的这套阵容,没有理由比不上森林郎和绝金,森林郎的确拥有森林郎,但巴特勒下赛季很可能会离开森林郎,没有巴特勒的森林郎也只是一只勉强经济后赛的球队罢了,参考上赛季森林郎在巴特勒缺阵的情况下,从西部第三调到季后赛边缘,而绝金也并不是很强, 詹姆斯带对胡仁也绝对不会差过绝金,或许正如网友所说的,大嘴巴克利说的一般都会被打脸,他不看好姚明,姚明打出来了,他不看好勇士,勇士打出来了,这次他不看好胡仁,胡仁能不能打出来呢,让我们拭目以待。